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8月2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展开亚洲行 台北当地时间8月2日周二晚上10点45分 到达台北苏山机场 受到台湾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献 以及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孙小雅的迎接 这是25年来又一次访台的美众议院议长 预计停留一晚 台北时间第二天离开 更将于第二天上午会晤蔡英文及参访立法院 结束台湾行程后 接着再转往韩国及日本 佩洛西预计台湾时间3日早上在饭店内视频会议 早上9时拜会立法院实时会晤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11时开访台记者会 12时在台北宾馆午夜 下午2时参访景美人权文化园区 约50离台 不除外界所料 中共扬言对佩洛西作基要采取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发生 此前舆论普遍认为 中共外交部和军方以及媒体的各种放话 其实是讲给中共五毛和党内对立派厅的 尽管佩洛西作为美国重要政治人物访台 已经再次严重践踏了中共的所谓红线 但中共军队却根本不敢与美国人对抗 却只敢宣布军演 习惯性地再一次恫吓一下台湾同胞 佩洛西来访受到了台湾各界的热烈欢迎 台北101大楼也在2日晚间9点进行点灯 用几组字来欢迎来访的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几组字分别为Speaker佩洛西 Welcome to Taiwan 感谢民主制有坚定支持台湾 共为世界秩序 台美友谊永固 Thank you 台湾LoveUS等八组字样轮流播放 中共盟友正在侵略乌克兰的 俄罗斯普京当局则表示 俄罗斯支持中共 反对佩洛西对台湾的访问 莫斯科警告说 佩洛西对台湾的访问具有挑战性 就中共背景的台湾同派团体 中华爱国同心会当晚组织 几十位抗议者前往台北军越酒店街对面的进行示威 抗议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对台湾的访问 有评论指出 作为美国第三号政治人物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在亚太形势极为严峻的时刻访台 是对台湾民主的有力支持 也是对台美关系的进一步提升 更是对中共独裁政权的有力打击 此次佩洛西之行 中共极尽威胁智能事 但最后却不敢对美国人有任何动作 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面子 不过多家媒体也预计 中共会很快宣布 自己将放长线钓大鱼 战略上已经取得了辉煌胜利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 为防止中共可能的摩擦美军走以严阵以待 据路透社8月2日报道 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不顾中方警告到访台湾之际 包括里根号航空母舰在内的四艘美国海军军舰 目前正在台湾东部海域展开例行性部署 一位美国海军官员向路透社证实 里根号航空母舰早已穿越了南中国海 目前正在台湾以东 菲律宾以东 日本以南的菲律宾海海域部署 母港在日本的里根号航母 也正在与安提坦号导弹巡洋舰 七星四号导弹驱逐舰一起作业 不愿意居民的这位美国海军官员指出 他们能够对任何情况做出反应 这些都属于正常例行性的部署 该官员没有透露这三艘军舰的确切位置 这名美国海军官员还表示 迪里波里号两栖攻击舰也在相同海域 此前迪里波里号两栖攻击舰离开 母港圣地亚哥港 5月初开始参与对该地区的部署 该消息显示称 周二上午有数架解放军军机 逼近台湾海峡中线 另外三艘中共军舰 周二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了 模拟攻击航空母舰在机的演习 报道指 日本防卫省称 上周末有人追踪到 这些舰艇驶过日本南部岛屿 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报道 里根号航母和迪里波里号两栖攻击舰均搭载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的F35B战机 报道称一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告诉USNI新闻网 这些已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艇及军机准备作为一种应急选择而逗留当地 保护佩洛西访台威慑中共盲动的意味十足 美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 让华盛顿与中共当局的紧张情势突然间更加紧绷 美国一位国际关系专家认为 与其说中共担心佩洛西冲击中共的政治法统 还不如说是更担心以后无法从台湾取得芯片 维吉尼亚大学国际事务教授 兼米勒公共事务中心高级研究员科普兰 在日基亚州意见专栏投书 表示习近平对台湾议题态度日益强硬 除了是将自己的声誉压住在完成统一 实现民族复兴大业上 另一种解释则是 中共害怕无法取得高科技半导体和生产设备 随着北京当局感受到美方日益打击中共 在经济和科技实力方面破坏国际规则 这类疑虑正在加深 美国政府在增加对台军事支持的同时 也努力说服台湾一些最强大的芯片制造商 包括台积电在内 把生产以防美国和日本 以降低半导体生产可能受中共攻击的脆弱性 虽然中共多年来试图降低对台湾半导体的依赖 然而中共几乎所有最高科技的芯片 以及很大一部分成熟芯片几乎仰赖台湾供应 科普兰说 当中共领导人开始相信 对对手国家正试图透过经济限制措施 寻求降低他们的经济成长 或单纯只是让他们的国内生产毛额见顶并不在成长时 除非他们能够强化与贸易伙伴的关系 否则就很有可能更加转向采取军国主义姿态 这可能包括建立强大的海军 采取胁迫性的外交措施 这也正是北京官员日益趋向的立场 他们见到奥巴马转向亚洲 川普对中国加征关税 如今又见到拜登强化与日本 澳洲和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 拜登政府与这三国和其他十个国家创建印太经济架构 又游说荷兰的半导体设备业者艾斯摩尔 扩大对中共销售的自我限制 希望把成熟制成半导体制造设备也纳入限制范围内 从中共的角度而言 台积电决定把一些生产移往美国和日本 此举强化了中共认为 美国正积极寻求阻止中共依赖台积电的想法 这可让美方在任何高层级的协商谈判中都握有重要筹码 中共的这道疑虑在6月变得非常明显 当时一位知名中共经济学家表示 如果美国把今年用来对付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拿来用来对付中共 那么北京应该入侵台湾 以确保拥有其芯片生产设备 科普兰认为 这可与日本1941年的情况相比拟 当时日本预期未来贸易会大幅衰减 因为美国率领的禁运措施 让日本无法取得原油 因此日本就攻击了东南亚 以便取得和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蕴藏 若切断中共取得半导体的管道 预料会对其经济运作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中共为了避免地缘战略地位大幅下滑 而发动战争的动机将会因而增加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二日访台 牵动全球目光 其航班动态成为全球网民关注焦点 大量网民涌入飞行航班信息平台 观察其专机SPAR19动态 然而至台北时间晚上七时半 该网站怀疑 因难以承受巨大的流量 一度无法登入 即使成功登入 等候加载时间 也较过去的时间长 据网站推特专页显示 佩洛西专机有超过数十万人追踪 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yTweeter24显示 佩洛西的专机于台北时间下午三十四十分 从马来西亚书邦机场起飞 花了六个多小时 从马来西亚飞抵台湾松山机场 比一般航线多了快两小时 原因是佩洛西的专机绕襟印尼来台 避开争议极高的南海路线 另外台湾总统府二指周二表示 总统府官网遭受境外DDoS攻击 攻击流量为平日的200倍 导致官网一度无法显示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 二日晚上表示 二日下午约五十十五分起 总统府官网遭受境外DDoS攻击 攻击流量为平日的200倍 导致官网一度无法显示 但经总统府处置后 已于20分钟内恢复正常运作 张敦涵表示 面对境外势力持续的复合式资讯作战 政府各机关会持续加强监控 维护资讯通讯安全 以及各种的关键基础设施稳定运作 还有 二日台湾桃园机场与松山机场 均陆续接获九起不明人士炸弹恐吓 除两机场成立现场应变小组外 交通部也于下午成立先期应变小组 由民用航空局局长林国显担任指挥官 航警局与两机场亦协同进驻 初步追查 湘西源头军来自境外 台湾民航局亦要求全台所有机场加强警戒 除了增加巡查人力 并留意可疑人士 前呼万唤万媒TV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期的漫威主播 我是Sarina 用粤语陪你见证世界局势风云 紧贴及时热点新闻 世界面面观 星期二到星期六粤语新闻定时放送 万媒TV粤语台和你深入阅读世界脉动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唯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